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孟茲斯和Seline夫妻小组的组员 我们在2009年 我们在2009年 因为儿子患病而开始回611 因为我们的孩子生病所以我们回到611 而儿子的离开令我自己的感情更加封闭 因为儿子的离开使我的感情非常的封闭 更加的孤单 更加的孤单 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听音乐 我本身非常喜欢听音乐 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更加把自己埋在音乐世界里面 我更加把自己埋在音乐世界里面 从同一切隔绝 和一切都隔绝 完全没有理会太太的感受 完全没有理会太太的感受 这次是我们第二次参加夫妻营 这次是我们第二次参加夫妻营 从表面看来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表面看起来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别人看起来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恩爱 别人看起来我们好像很恩爱 其实我跟老公拍拖的时候 但是在我跟老公拍拖的时候 往往他都对感情有所逃避 其实他常常对感情有所逃避 觉得是一个枷锁 所以我们断断续续了七年 所以我们断续续了七年 才结婚 才结婚 而我在这段期间 而我在这段时间 所流的眼泪 所流的眼泪 所受的伤害 所受的伤害 都实在不少 都是非常的多 在2012年 在2012年 我们参加了第一次的夫妻营 我们参加了第二次夫妻营 夫妻营之后老公都略略有改变的 夫妻营之后 我的丈夫也有一些改变 但是我可以形容 这个是种子杀在土浅石头上面 但是我会这样来形容它 就好像种子杀在土浅的石头地上 因为我们的夫妻关系 没有好心的经营和培养 因为我们的夫妻关系 没有很深的经营和培养 我们没有一个甜蜜的夫妻关系 我们没有甜蜜的夫妻关系 太太其实一直都想我去多次的夫妻营 其实一向地很想我再去参加夫妻营 但是我都没有回应她的要求 但是我没有回应她的要求 因为怕在营会中被人起底 我很怕在营会的时候被人起了底 在营里面 在这个营会当中 还没有做ABC之前 我自己的感觉非常良好 我自己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觉得我们夫妻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不需要用ABC去处理 不需要用ABC来处理 但是靠着圣灵 但是靠着圣灵 在两次ABC里面 在两次的ABC里面 我都接到太太 我都接到我的太太 抛出来的 她所抛出来的 这十几年来我对她忽略的感受 在营会的最后一晚分享的时候 在营会最后一晚我们分享的时候 圣灵再次让我讲出自己的委屈 圣灵让我再次地说出我心中的委屈 和被忽略的感觉 有被忽略的感觉 我留着泪和老公说 我流着泪跟我的老公说 多年来对婚姻的武力无助感 当年的这种对婚姻的无助跟无力感 觉得她没有真正地明白我内心 觉得她没有真正地明白我的内心 老公是一个很好的老公 老公是非常爱我的老公 但是她好像一个roommate 但是她就好像我的室友一样 往往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起居饮食 她会无微不至地来照顾我的起居饮食 例如晚饭之后 她会很忙地去做家务 例如吃完晚饭之后 她会很忙碌地去做家务 洗碗洗衣服 躺衣服 浪衣服 洗碗 洗衣服 烫衣服 但是她从来就没有理过我心里的感受 但她从来不理会我心里的感受 其实我说了很多很多次 其实我说了很多很多次 因为我们大家工作了一天都很累 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天都非常的累 吃完饭之后其实很想坐一会儿 吃完饭之后很想坐一下 让她能够陪我一下 聊一下天 让她能够陪我一下 借下她的肩膀让我能够靠一下 等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一起做家务 然后再过一下我们再一起来做家务 但她完全没有理会这件事 但她完全不理会 她只是不停地做 她只是不断地做 这个给我很大的压力 这给我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也都在很累的情况之下 跟她一起做家务 和她一起来做家务 否则就觉得对她有亏欠 否则的话就好像对她有亏欠 由于老公长期以来对感情的封闭 因为我的老公长期来对感情的封闭 我对老公说出自己心中的渴求和感受 我对老公说出我心中的渴求和感受 希望能够有开花放香的时刻 我希望有一个开花放香的时刻 但她都是左以入右而出 但她通常都是左而入右而出 没有听入心的 好像没有听进心里去 作为妻子 我作为妻子 要求丈夫 或者要求我的丈夫 但是都被拒绝 但是还是被拒绝 心里觉得很羞辱 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羞辱 很被违弃 很被违弃 很沮丧 很沮丧 而且绝望 更加没有盼望 更加觉得没有盼望 自我机制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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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我就更加麻木了 封闭了这个感情 而且我的感情就越加麻木跟封闭 不去处理我们的关系 不想去处理我们的关系 在营会里面 在营会当中 国诚牧师的教课 让我有勇气 让我有勇气 去面对 去面对 和戒处 和戒处 长久以来的首任习惯 原来这个习惯 原来这个习惯 但是整天都停留在气垫 让这个关系 一直停留在远点 羞辱了 伤害了太太 我羞辱和伤害我的妻子 令她受了重伤 让她受了重伤 差一点就要放弃这段婚姻 差一点都要放弃这段婚姻 为这段婚姻画上个句号 在我们结婚17年的婚姻当中 在我们结婚17年的当中 我们大女儿在结婚两年之后出生 我的大女儿在我们结婚两年后出生 但是其实从来我老公 是没有跟我庆祝过一次的母亲节 其实我的老公从来没有跟我庆祝一次母亲节 每一年的母亲节 每一年的母亲节 都是为她妈妈而庆祝 都是为她的妈妈来庆祝 及后奶奶过世了 等到我的婆婆过世之后 母亲节就会是跟老爷去庆祝 母亲节就和我的公公来庆祝 又或者跟教会一起庆祝堂庆 或者是跟教会一起来庆祝堂庆 我和老公说了很多次 自己在母亲节被冷落的感受 我这种在母亲节被冷落的感受 但她也没有理会 其实我不是要求一个很奢华的庆祝 其实我不是要求一个很奢华的庆祝 我希望老公会记得我都是一个母亲 我希望我的老公也能够记得我也是一个母亲 每一年都是因为这一年 每一年我这样被冷落 每一年我都是这样子的被冷落而不开心 接着跟着就会和老公冷战 然后接着就跟我的老公冷战 还有吵架 她赔罪之后 她赔罪之后 下一年的母亲节 下一年的母亲节 又再重蹈福祉 又是重蹈福祉 这一切也都令我很失望和被伤害 这一切都让我非常的失望 而且感觉被伤害 神要我参加这一次的夫妻营 神让我参加这一次的福祉营 就是要我看清楚我自己的真面目 就是要让我看清楚我自己的真面目 不但告诉我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心爱我的太太 尊荣她做母亲的地位 令到觉得她被羞辱 令她觉得她被羞辱 还有被遗弃 被遗弃 在迎会和太太立约之前 我在迎会和妻子立约之前 我在她面前和她表白 我在她的面前向她表白 我是一个很自我 很自私 和很骄傲的人 而且非常骄傲的人 不听神说话 甚至拿神来出气 而且常常向神来出气 令到她非常伤心 让她非常伤心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小组长 我的小组长 就叫我为这些罪 就叫我为这些罪 同神认罪 来向神来认罪 和太太道歉 和妻子来道歉 还有要悔改 要来悔改 圣经 来承认 我从来没有起来承担 我从来都没有起来承担 做家中的头 做家中的头 没有了解她的感受和需要 没有了解她的感受和需要 没有和她一起去分享 她内心的甜酸苦辣 没有和她一起来分享 她心中的酸甜苦辣 神要我和太太 重新纳约 神要我和妻子 同心来立约 宣告走出这个山洞 就算这个 山洞 走出这个山洞 还要把这个山洞 炸烂它 还要把这个山洞 给炸了 摧毁 和摧毁旧日的我 摧毁这个山洞 摧毁旧日的我 重拾这个 做丈夫的责任 重拾这个 做丈夫的责任 重新起来建立 我们两夫妻的关系 重新来起来建立 我们两夫妻的关系 更加要尊重她的地位 更加要尊重她的地位 在今次的夫妻营 在这次的夫妻营 感觉到神出手 让她改变 感觉到神出手 让她改变 就好像今天 要在主崇里面 讲见证 就好像今天 要在主崇上面 来说见证 其实神一早 已经为我们 讲见证开路 其实神一早 已经为我们来 做见证而开路 原本老公 每个星期日 都是要上班的 每一个星期天 我们都要上班的 但是几天之前 但是几天之前 她被通知 今天可以休假 她就得到通知 说今天可以休假 但是组长和导师 都分别邀请我们 组长跟导师 都分别邀请我们 但是这个独居男 这个独居男呢 又在山洞 生气爆爆地走出来了 终于在山洞里面 走出来了 问都不问 问也不问 就拒绝了他们 就拒绝了他们 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 不同我沟通的例子 这种不跟我沟通的例子 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其实是以前常常发生 但是现在我们 学懂了ABC 但是我们学懂了ABC 我也都将 没有被尊重的感觉 我也把这个 没有被尊重过的感觉 在ABC的时候 跟她说出来 并且将自己的感受 和见解 说给她听 把自己的感受 和见解来告诉她 感恩她愿意 用心去聆听 她愿意用心聆听 明白了 再去祷告 她明白了之后 再来祷告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 讲台里面 和讲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 在讲台上来讲见证 是神出手的 这是神出手 由于我不是 懂得去表达 自己内心世界 因为我过去 能没有来表达 我的内心世界 我现在开始 每一天都用电邮 跟太太联络 现在我每天都用电邮 来跟我的妻子来联络 让她明白我的感受 让她明白我的感受 更重要的是 要多点关心她 更重要的是 要更多来关心她 每晚我都会安排时间 来ABC 每天晚上都安排时间 来ABC 来聊一下心事 还有安排一些亲密的时刻 借着这个机会 去学习聆听 来学习聆听 接受太太的感受 还有接受太太的感受 神已经为我们 一早有预备 神已经一早为我们有预备 为我们这段婚姻的关系 再次出手 为我们的婚姻关系出手 将一切荣耀众山 都归给我们的阿爸父 阿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